大家好,我是林立,很长时间没有做过我的中文Facebook Live了,那么我简单介绍一下自己,我是林立,我是一位职业教练,专门帮助在美国的职业移民和那些留学生在美国找到工作。 所以说我今天呢想说如何找到一个高薪工作,特别是六位数,100,000 a year job,一年十万的美国工资。 你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,你可能现在还在学校,或者现在已经被求职拒绝了,惨了不得了,无论你现在是什么情况,这个都可以帮助你。 所以说我现在呢想说五个步骤让你怎么样子去看到如何找到工作。 第一呢,需要消除自己的心理障碍。 什么叫心理障碍?我很多顾客他们都非常有能力,非常有,就是学历非常高,比如说是研究生啊,或者是博士生啊,或者是硕士生本科生,都是在美国就是说很聪明的人,对吗? 但是他们在求职上就完全自信心垮掉,什么叫自信心垮掉?就是说他们去面试也不想去投,因为他觉得哦,我不想被我的理想公司拒绝,或者是他们不想因为,嗯,不想因为自己没有是我,然后可能觉得自己口语不太好,然后就自己就拒绝这个目标。 所以第一个呢是心理障碍消除,因为很多人也觉得哦,我以前在中国做过,就是中国经验好像在美国都不算了,其实需要看你怎么样子包装,因为很多中国人不知道怎么销售自己,因为我们从从小就,呃,人家说OK,我要谦虚,我要不要让人家觉得我自大,对吗? 但是你在美国必须要做这种反方面的东西,对吗?所以说第一个方面呢,是要学会怎么样子自己去,嗯,自己去把心理障碍消除,用美国人的角度来求职,因为你在美国不是在中国,对吗? 呃,第二个呢,呃,第二个呢,我想说的是怎么样子去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位,比如说你是电脑毕业,电脑毕业不一定,电脑毕业不一定说你要做马农,对吗? 你可以做technical sales,你可以做,嗯,you know,technical consultant,你可以做很多不同的职位,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找到的职业,我们20年前从来没有听到过,对吗? 比如说,是什么人20年前说,哦,I want to grow up to be a programmer,没有人这样说,对吗? 但是现在因为时间改变了,consultant啊,这种咨询,这种职位啊,analyst,分析师都通通出来了,很多你在学校学习的时候,你没有学到这些东西,对吗? 但是现在有很多新的不同的职位,你可以再继续,如果你不做research,你看不到,对吗? 不是因为你找不到这个工作,是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职位存在,对吗? 啊,第三呢,我想说的是这个公司,当然,很多人喜欢大公司,比如说Facebook,Google,You know,Hulu,Netflix,但是你要看一下这个公司是我能赞助你,很多在现在在线看我的人,我知道你需要一个H1B,你需要一个OPT,但是如果你一直是,很多人问我,OK,我为什么就因为身份而拒绝了? 有些公司可能就没有经济能力来赞助你,4000到7000美金,如果他可以省,他当然省,对吗? 所以说在这个方面,你不可以就强迫的要操,OK,如果我是好的人,我就进去,其实呢,因为美国的政策,他们需要先把,先公司证明他们是过去 Google 美国人,如果美国人不行,OK,那么再找外国人,对吗? 只是不信的,也不公平,但是事实呢,如果你要找工作的话,先要找到这个可以赞助你的人,如果你要去的话,有一些网站我可以给你推荐,但网上你都可以找到哪一些公司赞助你 OPT,哪一些公司赞助你 H1B,都可以看到,然后呢,第四个我想说的是拿到面试机会,很多人觉得,OK,我每天刷题,我每天投简历,但是如果没有面试的话,就说明你失败, 我不管你从哈佛毕业,雅禄毕业,就清华北到无所谓,如果你在没有面试的话,没有面试机会的话,你不可以,不可能到下一层,对吗? 所以说很多人觉得,OK,我四年在美国,两年在美国,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去来这个,来求职,但是我还是,还是没有拿到面试机会,这是为什么,是我技术不好呢,还是什么? 这个呢,是因为人脉关系,你需要学会怎么样子去包装自己,怎么样子把你没有经验变成有经验,我怎么知道,因为我刚刚开始就没有任何经验,我基本上是一个,这个毕业是非常非常水的一个展业,叫Urban Studies,是基本上是没有用的,但是我后面的一个工作就是Business Analyst,是因为我知道怎么做Business,我完全不会,对吗? 但是我知道这个老板需要什么样子的人,然后我包装了自己,变成这个老板需要的人,对吗? 然后呢,第,我说了第几了,我说了第,第五个呢,最后呢,就是说学会怎么样子去通过面试,对吗? 因为我有顾客他非常,就是说他的作品非常好,他是一个平面设计师,然后他15次被拒绝,对吗?就说明他的东西很好,但是每次都是被拒绝是为什么,因为他不会面试,对吗? 不会推销自己,这是到我第一个第一个点,中国人从小到大就是靠,OK,我们靠本事吃饭,但是如果你到美国来看,其实很多人有本事,对吗? 但是如果你和他合作非常困难,因为你没有推销过自己他公司需要的东西,对吗? 有些公司无所谓你学历怎么样,对吗?但可能他需要你和其他人关系弄得非常好,有些人无所谓你每天去这个公司,他无所谓,他只要你这个做完好了,你可以在每天五天在家都可以,对吗? 所以说每个公司都有不同的地方,所以说如果你有了面试,但是通不过面试呢,是因为你不知道怎么销售自己,对吗? 所以说我温顾一下这五个要点哈,第一个是消除你这个心理障碍,觉得哦,中国人可能不比美国人好,中国人比美国人一样,就是说你可能需要更加学习美国的文化, 这也是我教我顾客的一个步骤,就是说从美国人的角度怎么样子去来销售自己,然后第二个呢是看怎么样子的这个职位合适你,对吗? 就比如说如果你是accounting毕业,不一定说你要做accountant,对吗?你可以做account receivable,你可以做auditing,你可以做tax associate,都可以,对吗? 就自己需要看一下哪些职位open你可以去投,对吗? 然后第三呢,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怎么样子看到合适的公司,如果这个公司不能赞助你,然后你需要这个opt或者是h12,就是不要投,不要折磨你自己,对吗? 然后第四个呢是学会怎么样子去拿到更多面试机会,四 OK,不知道怎么样子拿到面试机会,因为如果你拿不到面试机会,你拿到面试机会, 你就50%就可以进去了,对吗?那如果你拿不到,OK,那这不行,然后呢第五个呢我跟大家说,第五个是说怎么样子通过面试,因为很多人有技术,但是每次说自己的时候,要么就可能不自信,要么可能就是没有练习过,然后就没细成,对吗? 所以说如果你想和我一对一联系的话,请加我微信,this is Leland,我们可以微信一对一说,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怎么样子帮助你,我帮助过我的顾客,找到过15,000 a year based salary job, 然后也帮助过三十几个顾客已经找到工作了,如果你现在急着,OK,我需要找到H1B OPT,然后一直是因为被拒绝,公司拒绝而沮丧,请与我微信联系,ad me on Wechat, this is Leland,OK,谢谢大家,待会再见 谢谢大家